中共两会前夕人民币暴跌 房产大幅降价 日前媒体报道地产界的大亨潘石屹也凑上热闹 紧随香港富商李嘉诚抛售资产 甚至中共的官员也表示 房地产房价已经到达拐点 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呼声四起 有业内人士说 2014年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逃命年 更有专家惊人预测 中国大陆一线城市的房价将跌80% 大陆媒体报道 本周二3月4号 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国务院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济被记者围堵 在记者追问下 齐济透露 2014年房地产房价已到达拐点 北京国务内餐期刊首席研究员 古胜利表示 不管齐济这个房地产拐点隐含什么意思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形势已经很严峻了 2月25号 人民币机器汇率发生无预期暴跌 当天下挫282点 28号 人民币对美元机器汇率一度暴跌 超过500点 盘中最低触及6.1808 跌幅达0.86% 人民币机器汇率从1月13号6.04附近 贬值到6.18 贬值幅度已经超过2% 精华时报3月3号报道 北京2月新房成交量创7年低点 商品住宅均价降5.98% 曾经一度逼近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杭州楼市 打响了马年楼市降价的第一枪 2月18号 杭州北海公园项目宣布清盘 随后多地接连跟进降价 降幅高达数千元 而广州也出现楼盘打折促销 价格降到每平方米万元以下 现在中国人民币也跌得比较厉害 28号那一天跌了500点币美元 所以现在中国市场上的钱 房地产从哪里来钱 3月4号 SOHO中国公司董事长潘石毅 在公布公司去年年报的同事表示 他对当前及未来的地产形势不乐观 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土地价格奇高 同时金融的风险跟房地产的风险是紧紧相连 第三方存款委托理财 信托产品的量越来越大 但对应产品的质量又不很高 这种风险随时都会爆发 大陆证券日报报道 2月28号 SOHO中国宣布 将上海的SOHO海伦广场和SOHO静安广场及权益 全部出售给大陆金融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总交易金额为人民币52亿3000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 SOHO中国41亿元的投资成本 加上近三年的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等财务费用 仅溢价11亿2600万元 溢价率甚至不足27.4% 低于业界保守预期的30%就将它出售了 这代表潘石毅看淡上海商业地产 紧跟李嘉诚脚步 主动抛售上海资产 龚胜利表示 中国经济规模是靠金融海啸爆发后 央行滥发4万亿的大投资膨胀起来的 龚胜利还表示 目前房地产的钱来源于中国银行信托公司的大量投资 而今年信托公司到期的债券超过10万亿 这10万亿至少80%都进了房地产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段绍毅认为 由于中国目前房子太多 泡沫早已存在 即使人民币不贬值 房产也要破灭 房价也要跌 大陆财经评论人士牛刀表示 当货币泡沫破灭的时候 中国完全依赖货币超发拉动的经济增长 已经到头了 这个过程结束后 中国经济的本质就展示出来 一线城市房价将会跌去80%